你好,我是你的韩语老师阿舒 那今天呢,各位小可爱要跟着阿舒老师一起踏上韩语入门发音的第三课 今天呢,我们将一起学习到韩语当中的一个辅音 这样子的一个辅音哦 那这个辅音呢,其实它的发音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的发音呢,对应的就是我们中文当中的鼻音 但是呢,在发音的过程当中,请大家注意一下 各位小可爱,请伸出自己的手指 放在鼻子这样一个部位,鼻腔这样一个部位哦 来,跟着阿舒老师一起来发音 有感受到你鼻腔里面的那一股震动吗? 如果有感受到震动的小可爱,那就恭喜你了 这个辅音呢,你发对了 那如果呢,没有感受到鼻腔里的这一股震动的话呢 各位小可爱就要继续努力,把这个音练出来哦 呢,呢,呢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单词发音练习 首先呢,给各位小可爱一点时间来拼读一下这两个单词 好了,拼读完毕了吧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蝴蝶 蝴蝶是怎么拼的呢? 呢啊,那,对不对 这是它的第一个音节 呢啊,那 第二个音节呢 这个音节是我们上一节课 是吧,讲过的一个辅音 这个辅音呢 位于首位的时候 它是发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音,对吧 那位于非首位的时候呢 发的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音,对吧 所以呢,我们现在拼读出来之后呢 就是,拼,一,逼,是吧 那,逼,那,逼 蝴蝶哦,那,逼 好了,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单词 呢,呜,呜,对吧 这是它的第一个音节 呢 然后呢,第二个音节 呢,啊,那,那 组合起来 呢,那 呢,那 是姐姐的意思哦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姐姐呢 并不是男女通用的 因为韩语当中 叫哥哥和叫姐姐的时候呢 会分为男生版叫法 和女生版叫法 而这个,呢,那 这个单词呢 是男生叫姐姐的时候 用的一个单词哦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 阿树老师要送出一个福利 就是要教大家来说一说 哥哥和姐姐 这两个称谓语 首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女生版的称谓语哦 那女生版的称谓语 首先呢 哥哥 这个单词呢 相信大家经过前面的学习 已经可以来拼读了 对不对 这个单词呢 它是哦 吧 哦 原音哦 然后呢 后面呢 是呜 啊 吧 对吧 哦 吧 这是女生版的哥哥 男生版的哥哥呢 这一个单词呢 大家还没有学到 因为它下面有一个收音 这个辅音和原音 也都没有学到过 那在这里呢 就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遍就好了 以后呢 等学完老师的全套之后 大家再回过头来 复习一下这个地方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男生版的哥哥 ヒョ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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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女生版的姐姐呢 是叫做 オンに オンに 这个单词当中的 第一个音节呢 可能大家也还是 不怎么熟悉 没有关系啊 因为在后面 学到这个收音部分的时候呢 老师会来讲 这个单词的 オンに 以后还会出现的 现在只要大家记住 这么读的就OK了 和那个哥哥 ヒョン 那个单词 记住他怎么读的 就OK了 好 那男生版的姐姐 刚刚我们已经学过了 对不对 叫做 ヌーナ ヌーナ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哦 安妞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